無夜旅行照著星光飛 揮開心中風雨天晴朗 我發覺這類型的眼影出色度比那些比較高一點 而且它塗出來的通透感會很漂亮 所以如果你想打一些不想太重顏色 但有少少色又想有它的通透感的氣質 就不妨用這一類型的眼影 給大家看看 它的顯色度是有在鏡頭看未必有 這個因為比較淺色我給你們看深色 深色就是這樣的 但它可以打造一些很通透感的妝容 就是這些 我平時如果真的超淡妝 不適宜那麼濃的時候 但又想塗了一點精神 通常我都是用這一隻的眼影都會比較多的 看不見?看不見?看不見?看不見是正常的 因為它的顏色真的很散 我給你一個深一點的 又是走紅色 看到一點點色 大家看到嗎?看到嗎?看到一點點? 就是真的不好用的 這盒的出色度 這盒的出色度 我擺得第一 當然它是最厲害的 淡淡的 它是出色的 不過它是淡淡的 而且它是不會有些粉粒走出來的 所以跟其他那些 其實真的有少少分別的 然後再塗一個 酒紅色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雖然它不是超級百分之八 顯色度很高 但是它薄薄一層 已經很足夠了 這一盒就是我最喜歡的一盒顏色了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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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上樓上給你收拾 他賺了100元而已 OMG